继续回来启示录20章 我们讲到第11至15节 这里讲的是白色宝座 首先就是11至12节 讲到审判的宣告 首先第一 白色宝座的审判 是世界最后的审判 也是新天新地来临的准备功夫 第二 约翰看到宝座 也看到坐在上面的可能就是基督 因为父神是将审判的权柄交给他执行 第三 这个时候天地逃避 消失无踪 并不是说救天地被毁 而只是一种景象的描述 是审判情景的可谓 就好像六章十四节所描述的 大地受审之前 必有不能移动的天地 而被挪移作为审判台的布局 参照这个图被一致 那原文就在十六章二十节是用来形容 海盗经历了大挪移 离开了原位的 然后就是四了 在审判台前是有不少人复活 站在主面前是等候审判的 他们是历世历代不信神的人 包括千禧年时代 第二 千禧年时代的信徒 其他信徒在不同时期复活 就好像灾难时期之前 是有新约信徒 灾难时期的末 就即是千禧年国的开始 旧约信徒和灾难的信徒 接着第五 两岸卷展开 首先第一个卷就是生命冊 信的人冊上面就是有名的了 而不信的人冊上面就是没有名的 所以这个冊就是有关于神救赎的工作的 到第二 就是死亡冊 而若寒就没有记这个冊的名字 但是可以从生命冊那里 推上其实这一本相对性的案冊 所以可以称它为死亡冊 在这个冊里面 不信的人就会在这个冊上面是有名的了 可以参照在《弹以理书》 七章十节提到的审判案卷 第六 这两本的冊就成为双重的保证了 信和不信都是会获得一个公平的评论的 而若翰就说他们都是按行为来受审 因为行为是反映了他们对神的态度是怎样的 又并不是说以行为来论永生和永死的标准 第二就是这个审判的执行 第20章13-15节 首先第一就是海和死亡 阴间通通交出死人 这个也是人格化了他 意思是说海陆两处是死人埋骨所在 现在通通都要交出来 令到普世死人是接受审判的 第二 死亡和阴间这两个伙伴工作完成之后 就被砍在火壶里面 因为死亡是犯罪的恶果 那现在罪恶消除了 死亡也都不再存在 死亡就如同被第二次死 就是吞死了 这一部分第十二个异象也都先说到这里 之后我们仍然会继续讲下去启示录的内容 先说到这里 去看我们这要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